小妖与香柳,应该是常相思中最虐心的一对CP了 虽说两人刚认识的时候,发生了很多的不愉快 香柳甚至把小妖当成免费的血包来疗伤 可后来才知道,她只是把小妖当成了自己最信任的人罢了 就好比被人追杀后的第一时间 香柳唯一能够找的人,也只有小妖 因为她相信小妖会为了自己瞒天过海的 然而香柳却总是把小妖推到别的男人身边 还记得她最主动的时刻,是在海底抢逼着小妖用自己肚气的画面 那时候的香柳是很无助的 她想试探一下小妖,到底爱不爱自己 因为小妖把养了多年的琴谷放在了她的身上 一辈子没谈过恋爱的香柳,误以为那就是爱情 诸不知小妖压根就不了解那琴谷 知道小妖有了心仪之人后,香柳从不愿打扰她的生活 只有小妖恋爱遭遇瓶颈之后 她便会出现,充当起小妖的棋子,专门企图删紧 其实香柳很讨厌这种感觉 但为了小妖,她愿意做棋子 而且只要小妖撒娇,她就没有一点脾气 本以为香柳这辈子都是小妖的坚强后盾 然而谁也没想到,小妖有一天会跟香柳决裂 不过小妖的决裂,也是香柳逼的 她本就是不善表达的九头蛇 在意识到自己无法跟小妖白头偕老之后 便想着为小妖做好一切的打算 先是送了一把绝世好弓 紧接着让小妖允下签自己精确的承诺 本以为是句玩笑话 谁知后来还真的用上了 因为香柳注定是要死于非命的 在此之前,她必须要用小妖的血做一件事 只不过香柳并没有说自己要做什么 只是让小妖用血来还债 小妖本就不喜欢赦账 既然香柳想要,索性就拿去 这次可不是简单的吸几口血就完事了 而是用刀子划破了两个手腕 疯狂放血 直到香柳满意为止 只是片刻 小妖的脸色就已经纱白了 可香柳并没有让她停下来的意思 随着血液的流失 小妖的心也变得越来越冷 待香柳满意之后 小妖与她的情分也就到此为止了 然而小妖与其决裂 压根就不知道香柳用自己的血 是想救涂山井 其实香柳跟涂山井是没什么恩情可言的 她之所以愿意救 就是因为涂山井是小妖所爱之人 她不想让小妖伤心 更不想在自己殒灭之后 小妖身边连个陪伴的人都没有 当年救小妖就已经浪费了一条命 涂山井的伤势比较重 香柳愣是浪费了两三条命 才将其救活 话说她就不能好好留着命 陪小妖过完后半生吗 小妖并非对爱情执着之人 而且是属于拿得起放得下类型 如果涂山井真的死了 只要香柳愿意 她还是有可能跟小妖在一起的 可她却傻傻地浪费了自己的命 去成全了别的男人 这份爱当真值得吗 是真的髙地战 是不正确的 她是不真实在 三三岁山井的脑洋